中原大战,民国军阀的终极逐鹿,作者,官河五十周,第二章,老天割不了一层窗户纸,十,有转无牌,打破僵局的希望,逐渐被放在了迟迟未能遇会的严西山身上。 蒋介石给研发区让他担任内政部长的电报,并询问他父亲的病情,意思是催促他尽快赴京。 严西山首先回电称不能在南京供职,仅保健心腹赵戴文出任内政部次长,以代理部。 严西山此举令白崇喜拍案叫绝,称为阅历深,见得远,而不像冯玉祥近视眼,不夺德,不亮丽。 接着,针对蒋介石让他尽速与会的要求,他又编了一套谎话,说是在老夫生病期间,他一直亲自服侍汤药,现在虽然父亲的病刚刚好了一些,可他自己却因操劳过度而病倒了,所以还是不能立刻赴京。 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体确实虚了,严西山还真的将家搬到太原绝尾山休养去了。 对蒋介石急于通过边浅会议,比其功于一意的情绪,严西山看得一清二楚。 他有些不屑地对亲信幕僚说,蒋介石这人气量狭小,排除一己,欲是操之过急,终不能成大事。 在各方寒电交促下,严西山一直拖到边浅会议中期,才前往南京。 南京的军政大佬们无不翘首以待,蒋介石应付不了冯、李,指望他能从中转还,而李白见冯玉祥与蒋似乎靠得很紧,惧怕蒋,冯真的合作起来, 也期盼严西山加入他们的阵营,以便增加声势,共同对付老蒋。 骤然升高,又如此集中的期望值,使得严西山未来南京之前就造成一种气氛,好像只要他一来南京,关于边浅问题的一切癥结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。 当严西山的专车到达南京时,他受到了各方面的热烈欢迎,充分证明这次的投机生意又是有赚无赔。 严西山到南京的当天晚上,集派进军总参议周代到白虫喜处拜访,以便摸一摸这次边浅会议的底。 一见面,周代就问白虫喜,你们进来做了些什么? 白虫喜哈哈大笑,我们还能做出什么成绩? 冯幻章,冯玉祥自幻章,倒是大作特作。 他的口不大,肚子却很大,还想侵占我们的地盘呢。 白虫喜接着讲了冯玉祥在南京这段时间的言行,并讥笑冯玉祥,他现在第一步想捧奖,拉奖,消灭三,四级团军,将来有机会再把奖推倒,他好独霸中国。 他不想蒋介石是个大流氓,在上海交易所里闯荡过多年,哪里像曹三爷指曹坤,一样容他摆布。 白虫喜对周代说,你瞧着吧,不久他,冯玉祥就会吃亏的,你们老总对他怎么样? 我想,因为方顺乔那段故事,对他的印象不会太好吧。 周代急忙回应,我们老总对冯这个人十分清楚,方顺乔的事他当然不会忘记。 不过他看出老蒋的目的是想各个击破,达到排除一己的目的,因此对于冯焕章还想拉他一把,免得唇亡齿寒。 白虫喜在方顺乔战役中曾经爽爽快快地帮过禁军的大忙,虽然双方在争夺平,禁地盘上有矛盾,但表面上仍客客气气。 周代问白虫喜,既然冯玉祥已经提了方案,为什么你们不也跟着提一个方案? 白虫喜回答,和蒋介石共事,就是画上个龙天表也等于零,所以索性不提了。 龙天表是道教中法师焕化的一种俘虏,大致相当于送给神仙的私密信件。 白虫喜一次表示,跟蒋介石之间没什么可谈的。 夜访结束后,周代把白虫喜的话详详细细地转告给阎西山。 他建议,冯焕章准备了提案,咱们也应该准备个提案,以免临时措手不及。 阎西山老谋深算,不必着急。 等老蒋叫咱们提的时候,再提,也还不迟。 过了三四天,何应亲来见阎西山。 谈到边检会议,他也特别谈到冯玉祥的提案,并且如阎西山所料,提出了请求。 蒋先生希望阎先生也提一个方案,在会上共同研究。 何应亲还说,蒋先生的意思是希望在四个集团军的辖区之外,再加上一个中央区,最好请阎先生在方案上一并提出。 中央区是给谁用的,大家都心知肚明。 看来蒋介石也把阎西山当成了可倚仗的对象。 阎西山考虑片刻,不敢马上答应,便说,我可以准备个提案,但加上中央区这个问题由我提出,似乎不甚合适。 如果蒋先生提出来,我一定首先赞成。 何应亲走后,阎西山召集周代等幕僚研究提案内容。 此时他想到,对中央区还是得表个态,毕竟这个话要让蒋介石自己说,确实有些难以出口。 北伐之后,阎西山实际成为地方诸侯中最大的既得利益者。 他不仅不想真的和李白搞在一起,跑去处老蒋的龙须,甚至于还要依靠老蒋做后台,立宝平,金。 因为有可能跟阎西山争夺平,金的其实正是白崇喜。 白崇喜老是赖在华北,让阎西山实时有芒刺在北之感。 对这个小诸葛,他既不能得罪,可也绝不肯让对方占到什么便宜。 一份考虑周全的掩提案,就此出笼。 。 中文字幕——YK